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来介绍一个影响旋转因素的一个控制因素 这个因素呢就是例句 那所谓的例句呢 它影响的层面呢有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呢就是提到 当然一个系统呢 本来是一个呈现一个静止状态 那为了要让它旋转呢 必须对它是一个外例句 也就是让一个本来不会转的呢 让它去转 这是第一个控制因素 那第二个控制因素呢 就是本来已经在旋转的一个系统 你如何让它不旋转 或者让它转得更快 或者是更慢 也是要靠这个例句的因素呢 来控制它 那我们下面呢来看它的 控制的因素有哪些因素 会影响到整个外例句的大小跟方向 这个tau呢是代表它是这个例句 它的因素呢有两个 一个是从转轴到 着力点的这个向量 这个向量呢 它的大小也会影响到例句的大小 跟方向 那第二个就是外例的因素 所以这两个因素呢 共同组成这个例句的因素 那我们知道这个tau这个向量呢 它是这两个向量的外积 所以它的大小呢 它的量值 根据外积的定义呢 它会等于r的大小 r的量值 乘上f的量值 乘上两个夹角的正弦函数值 那换句话说 影响例句的大小跟方向的因素呢 其实包括这三个因素 就是第一个是 从转轴到着力点的这个量值 力的大小 以及它们的夹角 那我们也都知道 这个夹角是90度的时候呢 这个量值是最大的 如果它们的夹角真的是90度的时候 我们会把这个r呢 就通常就是我们就称之为力弊 所以我们过去呢 对于力句的观念呢 就是力弊乘上力 那是指它的夹角是90度 我们下面来看一个例子 就是这个例子 这个夹角刚好是90度 所以这时候的r呢 就是刚好是呈现它的力弊 但是万一如果它不是90度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力 如果是往这个方向 过来的时候 那我们如何去找它的力弊呢 我们就从转轴这个地方呢 到着力点 我们到它的延长线 或者是它的这个力的本身呢 我们做一条垂直线 那这段垂直线的距离呢 就是力弊的意思 就是力弊的意思 接下去呢 我们来看这个例子 这是一个质量可以忽略的一个木棒 那它现在受到三个垂直力的作用 我们假设这个垂直力呢 假设是10牛顿 往下 这个垂直力呢 假设是20牛顿 往上 这个垂直力呢 也是假设10牛顿好了 往上 那我们利用这个力弊的这个公式呢 我们来算出它的合力弊 那所以它的合力弊呢 好 那我们了解这个 转轴是在欧点 这是它的力弊 因为它是垂直力 如果力弊在转轴的右边呢 我们把它定成正的 左边就把它定成负的 那如果力往上的话 我们把它定成正的 往下定成负的 所以这个十牛顿的这个力的力矩呢 就是变成11 因为它的力弊是1公尺 然后乘上负10 因为它往下 然后加上呢 这个力弊呢 是2公尺 所以加上2 乘上20 因为它往上 然后再加上呢 这个力弊是 它是往左边 所以它是负的 所以加上负1呢 乘上10 这个力是往上 所以最后算出来 它的合力弊呢 就是 20 牛顿公尺 那我们晓得像这样的一个力矩呢 会让整个系统呢 呈现一个逆时中旋转的一个趋势 而且你可以发现这个力矩如果越大的时候呢 造成它的旋转效应呢 是越明显的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